英国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周一发表声明 针对上个月发生在中共驻曼彻斯特领馆的中共官员打人事件 警方一直在收集证据 包括秘露电视 警察的随身摄像和证人证词等 到目前为止 英国警方已经判定了相关涉事人员的部分犯罪行为 确认至少涉嫌袭击罪和违反公共秩序罪 根据英国警方记录 上个月16日 部分香港人因不满中共的独裁暴政 在曼彻斯特中领馆前和平抗议 遭到中领馆官员的破坏 其中一名香港男子鲍博成 被拖入中领馆内进行暴力围殴 造成多处受伤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并寻找是否还有其他受伤者 大曼彻斯特警局在周一发推文说 我们正在积极寻找 并希望确定骚乱期间发生的事件的其他潜在受害者 警方为了进一步调查案情 在大曼彻斯特警局的网站上 专门设立信息栏 民众可以上传相关信息 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希望可以寻找到 事发当天更多的目击证人 获取更多证据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综合报道